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2023年国际足球邀请赛 中国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 双方上半场比赛现在开始 边路呢发现类部空档不好 往里走啊 选择直接携传了 找中路的谢尔盖耶夫跟进第二点 完成了一脚扫射 落下来之后啊 在第二落点的位置啊 中国队保护的队员呢 上来的稍微慢了一点 王秋明 但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开场之后啊 两个边路呢 应该说是比较活跃的 这次往上远 身体扛住 没有断下来 第二下王秋明上了补防 但还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抢下了机会 射门的是10号 马沙里波夫 在局部呢 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 他的个体对抗能力 首先很强 还是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这次呢 还是做了个战术配合 打得稍微高了一点 舒库罗夫 他和今天场上 中国类首发的维持豪 已经是老熟人了 这次发向后点 还是被乌兹别克斯坦队 争到了第一落点啊 这两次都是阿里库洛夫 他的这名中卫啊 在定位球进攻当中 能力很强 第一下因为接的不舒服 所以回坐的时候呢 就坐的比较仓促 那这个传球呢 两三角之后啊 就会出问题 马沙里波夫这次的直塞 比较危险 谢尔格耶夫 这就是马沙里波 马沙里波夫来到中路啊 他这次终于看到了 王尚原身后 暴露出来的这个空档 而且呢 他没有走蒋光泰的 右脚这一侧 他走向了蒋光泰左脚这一侧 李可 给过来之后 坐给乌磊 第一下起脚 被堵了随后这下 这条球都被打得不错 上半场比赛 在这么困难的局面下 中路队抓住了机会 第一脚射门 就取得了进球 这也可能啊 上半场比赛 乌斯贝克斯坦的门将啊 基本就没有做出过铺就的时候 所以这第一次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这个动作明显也慢 再看一下埃克斯回敲 五蕾第一下射门 受到阻挡 这个时候呢 乌斯贝克斯坦队的门将 先是被谎了一次 随后尤斯贝克斯呢 在观察过程当中啊 没有看到中瑞跟进起脚的这一下 别露下来 投球 这个位置要小心 阿姆杜 霍利科夫完成了投球 他是想顶上远端的 顶一个反向 这个机会不错 看看吴磊拿球之后的位置 吴磊 观察一下中路队友的位置 吴磊内切进来 选择上门 打在了进脚位置的死脚 最后应该是越位了 第一下呢 传给吴磊的时候 的确是越位了 李可 唐龙的回车 这个位置这样堵球是很危险的 要小心 打了一脚远射 乌斯贝克斯坦队在这个位置 断球之后 马上就形成了一脚远射 就很容易形成进攻队员 在这调整完之后打远射 这个位置对中后卫来说 上去封堵呢 也是个尴尬距离啊 这下并没有守球 把这个球在门前堵射危险 尹锦陵两次封堵 最后周队在混乱当中啊 鼓防了这下造成了犯规 前两下呢是替不动场的20号啊 亚赫西伯耶夫 最后这一下出脚很快的是费组拉耶夫 看看这次他能不能够很好的应对 舒库罗夫的点球 运射的扑住了 在补射 舒库罗夫正好啊 这球扑在了他的脚下 第一下颜距离扑完 随后高天义在防守的时候 出现了犯规 但这球就是扑的打的正 扑的也正 这下扑空了 王上元这一下给对方露出了一个口子 随后在中路包抄 乌斯贝克斯党队在中路打出了一个倒三角 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中国的自己中场的回传失误 然后王上元呢想上来补救 但是这个时候 他扑的一下实际上不太明智 因为一旦漏过去 乌斯贝克斯坦的队员就掌握着局部的很大的主动权了 左路中的下半场比赛还是在盘带当中和乌斯贝克斯坦的队员纠缠太多了 这次左路没有拿住 让乌斯贝克斯坦的队员转移过来之后啊 又形成了一次快攻 二部霍利科夫啊 最后的射门是打在了边网上 还是吹了犯规 比赛呢也就是结束